有關於我們的普發計畫 我們第三波 第三階段的 溫暖住防疫快篩劑普發計畫 那就是第三波 因為第一波就是我們在 5 月 21 號 那我們有給低收入戶 2 萬多戶 提供給他們 500 塊錢的快篩劑的補助金 第二波是在 5 月 21 號有宣布 有 8 大 類的工作人員 大概 2 萬 5 千人左右 我們給他 2 劑的快篩劑 當做他們自我健康注意的一個工具 那另外今天要宣布的是第三波 台中市政府的第三波 溫暖住防疫快篩劑普發計畫 對象是誰呢 對象是 2 歲到 12 歲的台中市的小朋友 這大概有 29 萬多人 另外涉及在和平區的居民 大概有 1 萬多人 全部普發 2 劑的快篩劑 從 5 月 30 號開始來發放 總人數是 30 萬 3267 人 我們為什麼會先 第三波先就這兩類人來進行發放 因為 2 歲以下的小朋友 是沒有辦法做快篩的 那一定要從醫院去看 那 2 歲到 12 歲的小朋友 相對疫苗的注射率是不夠的 現在小學生最近才開始進行第一劑的施打 5 歲以下的小朋友 根本不能夠施打疫苗 所以相對的 2 歲到 12 歲的小朋友 他們相對的防護力是不夠的 也因此他們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身體不舒服的話 家長必須趕快給他們快篩 然後確保他的健康 如果有狀況趕快送醫 也因此我們對於兒童 尤其最近兒童重症的很多 所以我們對於兒童特別注意 所有台中市 2 歲到 12 歲小朋友 通通給普發 2 劑的快篩劑 那和平地區是因為當地的藥局 便利商店都非常非常稀少 這個服務員廣大 他們沒有辦法取得篩劑 也因此即使有錢也買不到 所以和平地區這 1 萬多人 我們 1 人也給 2 萬劑 社會上有甚麼事 是否有個威嚇 絕對呢 請進行 弱地區 三個王 詳細的交通 你的 Growth 你得到你是否 感谢观看